不妨 说与我听听啊 烟雨绣楼出了一批新秀样 吴先生特地亲自送来 要给你瞧瞧 谢过吴先生 徐大娘子客气了 礼尚往来 你往烟雨绣楼送了礼物 我自当是要还礼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先生费心了 这烟雨绣果然是高雅之物 真是只有吴先生这样 截身守道 平行端正的磊落之人 才绣得出 徐大娘子 怎么像是初见烟雨绣般 七年前 我也是在烟雨绣楼 细细教授过你 刺绣的 吴先生 您这是 难道徐渊婉还不知道 徐大娘子的本名 换作孟婉 也曾在烟雨绣楼席绣 主君 无妨 这孤家情媚之言 骗得了别人 吴先生 却是万万骗不过的 毕竟你我二人相识于烟雨绣楼 这说起来 吴先生也算是半个没人呢 是啊 吴先生 当年陪我家大娘子去绣楼选修品 遇见了小婉 才有了后来的情事 如今是因为小妾服装 怕传出去 有损小婉的声誉 我才做主 让她谎称顾家轻微 吴先生 欠下了 是啊 吴先生 我的身世 主君早已知晓 这些年的经历 我也早已同他说过 还有些未说权的 想是主君也不会太介意 毕竟如他此般 宅信任后之人 也不太会介意 这些生外之事 此生能得此良人相伴 是妾身前世修来的福分 吴先生 您与那吴大娘子 抗力情深 恩爱多年 想必对我刚才此言 感同身受 如业了 我这也不便多作打扰 先行告辞 那就送送吴先生 主君 我去吧 告辞 我属实没有想到 当初在绣楼里那个 唯唯诺诺的寒门小女 如今竟有如此手段 把淮州府 闹得个天翻地覆不说 还能将家中的主君 哄得团团转 对了 那幅雪中落眉图 也是被你派人裁去的吧 事又如何 今日还有一件趣事 或许徐大娘子 还未曾听闻吧 何事 承熙郑家娘子 也在烟雨绣楼学过瓷绣 如今已嫁为人妇 何家美满 不过今日午后 却突然服毒自尽 人倒是救了回来 却还未清醒 据说是前几日 有人上门叨扰 逼他做什么人证 随后 人就一病不起了 这条性命要是被你害了 去到娘子是否会后悔啊 吴先生 您今日如此召集上门 来威胁 不就是怕自己的丑事曝光啊 我有何丑事 哼 不妨 说与我听听啊 借用师长威严 又见未经世事的秀 这 算得上一桩吗 勾结闽州士博司提权 走私绣品 逃避赴水 也算得一件 七年了 我至今还记得王六郎那副嘴脸 跟你他娘的一样恶心 以前才收买宋诗 公堂巫人清白 我可是亲眼瞧见 你还想往哪儿逃 你这种客人我也是见过的 袋中有几两银子 你便狂妄 手中有几分权力 便敢无视公序律法 便敢枪害他人无辜的性命 古莲 若要我说 今日真该是你的死期啊 我们今日不杀你 并不是杀不了你 而是我们需要你为自己 做下的恶行付出足够的代价 这天不会太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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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